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凯博Talk Show 那么在5月中以来 我们这个新冠肺炎 我们三级警戒就开始 其实是大大的影响到观众朋友的生活 相信您一定能够感受到 不过呢 其实我们在8月25号当天 我们台湾的本土案例 非常的开心 首度是加零的状态 不过事实上指挥中心也表示说 我们这个三级警戒降级到二级警戒 我们要维持到9月6号 这样也就是意味着说呢 其实我们这个疫情的观察 我们还是要需要一段时日 所以呢疫情为解封 这样的生活 我们在今天就请来了 两位社区服务专家达人 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了 我们首先请到第一位贵宾 我们是里内 哇有约会圣地 碧山岩的内湖区碧山里里长 宇芝琦里长 欢迎枸杞里长 参长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欢迎美女里长 那再来我们第二位呢 是来自我们这个文山区考试院旁边的 华欣里里长 陈志盈里长 欢迎志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那这个我们三级警戒 哇五月中旬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延烧以来 相信观众朋友一定真的是心有所感 深深的影响到大家生活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穿起防护衣 戴起N95口罩 跟所有装备 希望保护自己跟他人 为了给全体里民一个安心 整洁的生活环境 温山区华新里长 陈志盈跟清洁消毒工作人员 深入社区 进行环境大消毒 防疫的一个自我保护 或者是说很多塞口 大部分我家所看到的 大家都自主性 还有那个认知都蛮高的 出一份影迹的力量 那能够赶快 赶快这个疫情赶快过去 那我们这一次的药剂是环保署核准 那是针对防疫的部分 所以跟平常的药剂会有点调整 先坐了考试院那边 一路到辛亥路这个中间的 我们里的范围 那今天就坐辛亥木炸路 可以入到木炸路二段 跟民意体的交界这边 包括马路 树穴跟水沟统统不放过 希望杜绝病原滋生 而除了公共环境 陈里长也整合里内企业资源 针对民众出入平凡的社区大楼 发放医疗等级漂白水 以及75%酒精 很多的管理员 会跟很多的住户接触 然后社区里面 也都会有一些公共设施 那可能大部分的是暂停 不过还是有小部分是在继续应运 那加上社区一定是会有密闭的什么 就是电梯 那电梯大家每个人都会去触碰 那个面板按楼层嘛 所以其实它的接触跟感染的风险 相对都会比一般的公寓还要来的大 由于近来双北本土确诊案例不断攀升 也让台北市确诊人数第二高的文山区 整个风景神经 灵力防疫不分你我动起来 希望拒绝新冠肺炎病毒来到社区 记者顾参永台北开访报导 好 刚刚您看到的这是五月下旬以来 我们这个三级警戒 我们这个就是有 这是化学兵吗 就是有民众在这个社区里面看到有消毒人员在那边消毒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因为我那时候有听到很多民众 他们只要看到穿这个兔宝宝装的在社区里面走动 他们就非常的担心了 对 因为大家平常看到消毒人员是开心的 觉得说里内的消毒可能减少蚊虫什么 可是在疫情期间看到这个全副无装 那其实他也分不清楚穿这个是因为疫情还是因为一般的消毒 可是你们一般来讲登革热也是会要消毒啊 也是会要消毒 但是对他们来说就疫情其实比较敏感 是 比较敏感看到的时候就会很紧张 那看到这个就是他们的反应特别大 加上有时候我们在一开始疫情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假讯息 那时候说就是有这个 这个国军的这个化学兵要来做全市的大消毒 那可能就是说那时候疫情比较紧张还是什么 甚至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传出我们文山区那时候有说 在景美某一条路的某一间诊所 说他停止营业就是因为有人确诊 那时候大家往路会生会影 对会生会影 然后就一直在传那三个字的诊所 然后一开始我看到一个传两个传 后面整个社区的群组全部都在传 最后证实根本就也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人心惶惶后 对那为什么会传出这个只是因为那一间这个诊所 停业很多天就没有营业 所以大家想大家一直在猜测说这间诊所 这个老医生几乎就是没有在休息的 怎么会在这期间关门了呢 太敏感了 对非常的敏感 就非常说他是那个他是那个因为疫情 加上刚好那个里很巧那几天安排消毒 后来确认他只是例行性的清销 因为其实我们里段是文山区每三个月就会消毒一次 所以刚好碰上了那个消毒日 结果停业加上消毒日就被误会说 我们是疫情的清销所以那时候文山区沸沸扬扬的 其实我有听到好多里长在讲说 那个只要民众看到有人在清销就会问很紧张 里长是不是哪一个邻居中标了 对或者是看到那个救护车 其实我们非疫情期间救护车还是每天在跑嘛 对 不过以前也是消防替代医 那平常的话有救护的勤务就得去出勤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一些意外车祸 那有的可能是因为长辈或是在家里 就是身体出一些状况都得出勤 那在平常的时候大家看到救护车没什么 可是在疫情期间看到救护车就会很紧张 马上来问说我刚刚在某某巷口看到救护车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确诊者是不是有疫情 可是其实我们并不会第一时间知道 当有一个救护案件的时候消防局不会跟我们讲说 里长这边有一个案件发生 其实一般的案件就是消防队会自行处理 所以其实我们也都是收到民众的这些询问 赶快再去确认说有或是没有 是好所以说里长是提醒观众朋友 我们不用紧张但是大家还是要做好自己的清销 跟一些我们这个保护的动作 枸杞里长有没有发现说其实三个月以来 这个人们的生活真的大大改变了 其实我要讲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篮球场 那篮球场就是它是围起来就是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们本来是这样围起来 就是有把那个篮球框的线围起来 可是没多久之后就发现有李明在那边打球 那打球的时候太热没办法戴口罩 那我们又怕说李明被罚款 那我们没办法 我们最后就是把篮球框的这个线拆掉 然后拆掉之后他还是会用球去投这个框 就是擦板擦板 那我想说那该怎么办 那我们就想到一个方法 刚好是唯一疫情的好处就是 就是我们把那个篮球场的铺面全部都整修好了 那刚好9月1号如果开放的话 那民众就可以在一个更好的环境底下可以打球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 我觉得就是疫情里面我觉得这一点 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那还有一个瓦斯那个吗 OKOK可以 那因为其实我们当里长都知道就是说 一般我们不太敢挑战要更换瓦斯这件事情 瓦斯管线就是重大工程 重大工程因为他一换他就是换很长嘛 因为管线 然后最主要是因为他要停气 那停气就不能煮东西 那我们刚好因为疫情 刚好有瓦斯这边有一点点破洞 所以我们就大概沿了100 大概快100公尺 全部都更新这个瓦斯管线 那我觉得就是说 一般我们不敢做的事情 在疫情期间我们都挑战 利用大家比较多的时间 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给做 那我觉得其实疫情最受惠的就是这两件事情 哇谢谢美女里长 其实这个有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晓得 对 大家在疫情 其实一般很多的民众都躲在家里面 因为我们不敢出来 但是里长们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 就像枸杞里长 刚刚利用我们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解决了其实很多人 他们心里面的烦恼 对 不过其实在这个疫情当中 疫情的生活 其实我们是真的有所改变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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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疫情我们本来是 线上的运动课程 我们那边有个健身中心 对 然后我们有办一些线上 就是现场的运动课程 但是因为疫情全部都停摆了 那其实长者 他们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 就是要跟我们有一个聊天的地方嘛 那我们就透过这一次疫情 我们就增加了这个线上 我们就是帮他们设定好网路 然后帮他们做线上上课 那我觉得其实 只要时间还没到 前十分钟他们就在线上等待 所以我觉得 其实长者他们也知道说不能出去 也是有呱呱在家 然后跟我们一起上线上课程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 好 其实刚刚看到的是我们里长的 那个乐林健身中心示范点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我们台北市的一个 非常好的示范点 那当然其实 现在还没有开放嘛 对不对 还没有还没有 因为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这个空间就暂时就没办法使用 所以我们就改成这个这个线上的 OK好 对所以还不错 好所以也请这个好朋友们 我们忍耐一下 因为应该很快就开放了 应该很快就开放了 好所以这个十一住行 大家通通都影响 不过其实这样观察来 因为很多人我们平常都喜欢到餐厅吃饭 可是现在餐厅也没有办 那个时候餐厅也没有办法 那你用了只好外带 是不是发现有一些蛮有趣的现象 是你想讲吗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餐饮的部分 以前在正常的时候 我们理办公处有办公餐 刚刚在前面我们才聊到说 共餐其实现在要恢复 如果要装隔板什么 当然OK我也采买了 可是后会发现 他有限定说 室内的那个一个坪数里面能多少人 像室内就是2.25坪可以一个人 那我的理办公处扣除办公区域 其实大概只剩下七八坪 假设我要共餐只能三个人 你们通常都是几十个人 对我们以前报名大概二三十个 或是甚至三十几个 所以只剩下10% 而且这个三个人还要包含谁 工作人员 所以扣除之后只剩两个人可以 可以去那个 可以去参加这个共餐 那变成说哇那抢破头 那大家可能就也没办法举办 那这个状况套用到一些一些小吃店店家 其实一样就是并不是每一间餐厅都非常的大 他可以有足够的空间 是我们发现一些一些大的餐饮的集团 他可能座位数非常多 或是那种大的那种婚宴广场餐厅啊 他空间大他可以去减少桌数 或者是真的是比如说一个大桌 那本来做十个人十五个人 他就只做四个五个 可是有些小餐馆真的没办法 他跟我们理办公处遇到一样的状况 空间狭小如果我恢复这个内用的话 他其实一样人数非常的小 但是那个客人进进出出 他必须要花更多的力气去做这个 清销跟控管的动作 那如果不幸在里面内用 又有人确诊他必须停业三天 所以对他来说成本更大 所以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里面的小吃店 哪一些比较小的商家 在这个政府宣布可以有条件的恢复内用之后 大部分都还是采取外带跟外送 还是外带 对就是一些小的 真的真的恢复内用的只有 一两家比较空间比较大的一些餐厅 对所以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这个餐饮的部分 真的没有办法全面恢复 那我发现说 我们刚讲到这些比较大型的桌餐的部分 桌餐有一些餐厅就是没有用隔板 他就是让他一个大桌就做四个人 那我自己也是很疑惑说 没有用隔板虽然做的很开 可是那个桌餐其实大家还是共食啊 对一道就是他可能五道菜十道菜 那大家还是 还是轮流去夹那个菜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啊 所以对于餐饮来说 所以之前 之前我们市长也才讲嘛 说餐饮是最后一个开放的 因为他的风险性相对比较高 确实他还是最后开放 但他开放了之后 还是有一些疑虑啦 大家还是要自律 就是配合好所有的防疫措施 好不过其实 那个现在还是有很多民众 可能会相当的好奇 我们请里长分享一下 这个政府的措施 我们会随着这个病例的这个变化 来做滚动式的修正 但是里长的工作到底有没有变 枸杞里长您觉得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没有 没有都没有改变就是 现在办公室开放以后 会更多民众来找我们 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 大部分都是长者 现在办公室开放了吗 开放啦 那长者就会 其实他 我们最近在预约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健保卡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 你帮我念那个健保卡 健保卡的卡号给我 他就念了四个零之后 然后他就说 没关系我过来 蛤 其实 打电气就好了 打电话念就可以 他就说我过来 我刚好有事情要跟你讲 其实念完卡号也没事 他就在我们这边聊个 30分钟40分钟 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在登记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说 哇我刚刚用电话就好 他就一直说 没关系我过来找你 他只要找到一有理由 他就想要找个人聊天 这个一定是长辈 因为他家里真的太闷了 他就来你这边喝个茶聊个天 他也觉得很好 对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说 长辈会一直很喜欢来办公室 那又面临开放 那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说 其实他的足迹去哪 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会害怕 是因为大家关不住了啦 真的真的关不住 蛮两难的 就是这些长辈真的会 因为他们平常的生活形态 他们退休了嘛 那时间很多 那就会到处趴趴走 那走到市场聊一聊 走到办公室聊一聊 平常都是这样 那其实最近我就发现到 我接触到的一些长辈 在那个降二级办公室开放之后 接触到的 有一些长辈在疫情之前 他的头脑状况非常好 讲话也非常流利 可是我发现有一些 他恢复之后 他跟我对谈 开始是有一点迟缓的 跟之前的状况有点不一样 可能闷在家里两三个月 并没有太多像以前这样 每天市场聊到处聊 真的是会有一点 社交功能有点退化 社交功能有稍微有点退化 对因为 其实这个对长辈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之前自己就是外公去年过去 在过世前的时候 那我们也是很怕他退化 所以每天都要一直跟他对话 然后会让他起来走动 那这真的是可以减缓他退化 那长辈一闷在家里两三个月 就容易出状况 对我有一个李明就是 有一个低修的李明 他们家里的状况不是很好 那一天他 他女儿又跑来跟我求助说 他现在家庭状况更差 我就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妈妈之前 妈妈之前就是 虽然说我们没什么钱 但妈妈至少就是身体健康 但是最近开始闷在家里 都没有对话 那开始有点失智的状态 是 对开始有失智的状态 那开始要就医或是容易闯祸 对 所以这些状况其实疫情 影响到我们一般人 可能是工作生活 那对长辈影响到的是 他的整个机能身体状态 可能真的有一些退化 心智啊社交啊一些身体的状态 对 好这个真的需要注意 所以看来微解封下面的生活呢 我们其实大家都很期待 但是呢 其实开放了以后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进行一下广告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 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 您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类型立案机构 90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 就可以申请咯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解附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向机构所在地 县市政府申请 更多资讯可上 卫生福利部长照专区查询 及下载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欢迎回到凯博talkshow 那么目前呢 台湾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病例 越来越趋缓 那民众对于违解封 哇真的是相当的期待 不过感觉上面真的是 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哦 那请问两位里长 尤其是枸杞里长 你们对于这个违解封 会不会有点害怕 其实我比较担心 因为我的里是有靠近山区 那山区的登山客步道 就人会比较多 最近越来越多对不对 对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其实爬山特别热 所以他们就会自己 自动把口罩拿下来 拉下来 不是就整个就拿掉了 整个拿掉 然后那其实二集之后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好像已经松懈了 所以他们有简单带一些东西 自己穿烫来吃 其实这个我比较呼吁就是 我会很担心 就拿掉口罩这件事情 所以我还是想要跟民众讲说 如果你们来我们避山里登山啊 或者是走步道 都希望你们能够戴口罩 然后尽量不要带食物过来这边吃 我觉得这样子 对我们的礼善 跟每个人我觉得 都是比较好的事情 我们提醒一下 其实在山上煮东西 这样是违法的吗 就是危险 违法的 好这个也提醒大家 真的不要以绅士法要注意 这个我比较担心 是 好那志盈有发现到 你会担心违解封吗 会啊 其实大家都已经跑出来了 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心态上的问题 我们这一次的 五月的疫情的爆发 大家后来很多人在讲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 台湾没有什么疫情 可是国际疫情 其实当时也是挺严重的 是 可是我们台湾人那时候的心态 就是觉得 啊台湾没疫情 风平浪静 所以防疫的各项措施 其实也不太 疫苗也不打 大家也不太管 疫苗进来那时候确实也不太打 所以那时候就是疫苗的 这个一直往后加开嘛 那前面的那个一到三类 也很多人不打 那可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其实也是有一点类似 就是 昨天出现了终于嘉陵嘛 那我们现在不 就算不是嘉陵 前面几天也都是个位数 那这也相对有一种 比较安逸的状态 乌云露出曙光 露出曙光 所以大家就是想要请朝而出 那确实也就请朝而出 那我觉得 当然无可厚非啦 因为大家被闷很久 可是 防疫的相关的规范 一定要遵守 不能偷偷的 违规 那刚刚工权机长讲说 他那边就是 因为靠近 就是有登山客什么的 那因为我自己 其实也有加几个登山的社团 我在前两天的时候 也看到登山的社团群组里面 大家就在讨论 他们在爬一些 比较大的山 可能两天一夜 或是三天爬的那种山的时候 那 很多人 他们说 登山客分享说 八成的人 到山上 没有人 的时候就不戴口罩了 八成的人就把口罩拿掉了 然后 可是我本来以为 大家底下会一片谴责 说那口罩要戴好 结果没有 是 两边论战 有些人甚至说 你正义魔人 在山上又没有人 又没有警察 呼吸一下分多金 对 然后就说 爬山 我们爬山到上面 海拔那么高 不戴口罩要怎么呼吸 戴口罩要怎么呼吸 对 变成两边论战 这是我有点惊讶的 我本来以为说 大家认知是不是都会一样呢 就是 如果你要爬山 如果你想要去哪里玩 那至少最低限度就是 我们的政府的防疫措施要达到 那剩下你要做得多严格 是你自己的事情 可是来志颖来 这个我们帮观众朋友解惑一下 这个现在目前指挥中心 二级警戒 该怎么做这个疫情稳住 多项措施都松绑 像您刚刚讲的这个集会活动 我们爬山 我们是室外嘛 以前是100个人 现在是300个人 所以你在山上只要300个人 不过这样300个人 要不要戴口罩 这个指挥中心好像没有讲 对不对 好那集会活动来 里早办活动 我们经常室内室外都有嘛 以前是50个人 现在是放宽了80个人 对 所以这个因为有些没讲 那所以到底该不该做 我们要不要戴口罩 这个大家可能会无所适从 餐厅内容 我们同住者要聚餐 不需要放隔板梅花座 同住者聚餐 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你的家人啊 所以在这个实行上 有没有困难 枸杞里长你觉得 我觉得 他已经开放80个人 可是他区别活动还是没有开放啊 对耶 应该很多人在问你们 到底能不能来 那所有长辈就是 他真的是很想要参加这个活动 可是他的规定就是 他只有文字上的规定 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开放这件事情 是 当然我们也很为难 那你说到底要不要开放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开放 就是没有开放啊 对啊 其实 呃这个指挥中心 不论是中央啦 或是台北市政府的这个 这个防疫的指挥中心 他们都一样 他们会公布一些防疫的指引 可是这些防疫的指引 说真的都非常的抽象 是 都很 都很大方向 那前两天 呃我去学校开了他们的防疫会 因为即将开学嘛 对 那他们这次防疫会议就邀请我一起参加 嗯 那我就发 我本来以为这个防疫会议应该是 半小时到一小时结束 应该是都有一些相关的标准 对 只是在在确认一下 是 结果我发现没有 啊没有 因为因为 因为因为 对 因为我们最后开了两个半小时 比我预期的就是多了两倍多的时间 因为大家没有一个定论 对原因是因为 呃教育局给的防疫指引是非常大方向的 然后跟你说 呃这个大方向之下 对啊那我建议你这一二三种 那你如果想到第四种有什么创意的方式 你们自己自己可以再 再把它 纳入讨论 然后再报局 看能不能核准 啊 所以变得方向极大 所以每一个防疫的点 包含说 呃多少 就是多少人请假 多少人请假的时候 要怎么样多元的学习的方式 是 他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 嗯哼 对他只说A学生每两个礼拜 可以请一次这个防疫假 嗯哼 那如果过两个礼拜还要请就要再次提出申请 但那你如果班上一个提出请这个防疫假 或是五个请这个防疫假 或是十个请这个防疫假 那你要怎么样的因应措施 你要怎么样弹性的变化 学校你自己想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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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 所以就是我这个 我这个 这个帕子是一个举例 那很多个面向 都是这样子很大的方向 所以那个防疫会议整整开了两个半小时 好 可是很怪异哦 他说 游泳课不能上 嗯 游泳社可以上 可以开放 奇妙 然后游泳校队 可以开放 可以开放 对那我想说 那像游泳课跟你游泳社 到底有什么差别 到底有什么差别 对都是一样的小 都是这些小朋友 哦 国小内的这个客后的社团游泳社可以上 他游泳课不行 暂停 对 不过爱好运动的好朋友们 诶真的有福了 其实我们这个游泳是可以开放的 那另外呢 枸杞里长刚刚有举例说 我们的篮球架 篮球架 最近 那应该是9月1号要开的 9月1号开放 诶昨天蔡富是讲说公园体件设施 这算是公园体件设施吗 这个也算 也算 那现在就是这个已经做好了 对 那就是可以全新开放 我觉得感觉也不错 好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开放 嗯哼哼哼 有时候讲一讲后来又没开放 哈哈哈 我们开放一两天又 又把它再说起来 所以这个篮筐 应该我们也装回去了嘛 对应该等一下回去 我看看他们都装回去 哈哈哈 好我们会在近期之内 谢谢 就会开放哦 好所以 现在目前礼办 我们是还没有开放的 礼办 礼办开放 但是 礼民活动场所 对 区民活动场所没有开放 对 好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发现说 诶在这个围解封以后 民众因为想要赶快出来 所以也发生了不少乱象 对不对 对 像是有哪些 嗯 嗯 民众其实 在 其实从在这个围解封之前 就一直有 一直有这个 想要出来的冲动啦 我们刚刚讲到一些 体建设施 其实也是他们冲动的 冲动的这个目标之一 对对对 其实我们 我们里面发生很多次 这个封锁线被扯掉的状况 就是 不论是在公园 或者是 河堤 河堤的那个河滨公园也是 那 有一天就发现说 诶 我们的 那个单杠上面的 单杠旁边的封锁线被拉掉了 嗯 然后有个民众就拍了一张照片给我 就是有一个人正在拉单杠 我说这 我说 我说这什么时候的照片 嗯 他说就是今天早上 我说今天早上他去用了这个 这个单杠吗 他说对 被扯掉了 我就看真的被扯掉了 然后在那个周 同一个周末的时候 那时候又看到 我们河滨公园那个荡秋千 小 就是爸爸就带着小朋友去用荡秋千了 然后旁边的那个广场的座椅啊 什么都有人去使用 所以民众其实一直都 都 都 就是大家真的可能被门太久了 真的很想要 很想要出去这样子 恭喜里长你们那边发现那个 我们这个标签有被撕掉 就是有被封起来 有被那个开起来这样子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 就是我们多半会劝导 因为其实长辈他关不住 他就想要找个地方吃便当 吃便当 在外面吃便当 其实我们那边有一个凉亭是封起来的 然后座椅也全部封起来 那其实长辈膝膝不好嘛 你会发现他们坐在附近 就是大家绕成一圈在吃便当 就是口罩都有戴在下巴 戴在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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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他讲说其实这样子不好 是 然后他就说他赶快吃吃赶快回去 OK 那我们也不可能说叫警察给他开发单 是 年纪这么大 那加起来都是上千岁 是 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说 长辈就是想要一个地方可以聚集 是 然后吃东西聊聊天 是 他们就不想待在家里就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说 里长的这个活动场所 对不对 趕快 对 能够赶快开放 比方向枸杞里长 我们的那个健身的设备 对 我们就可以用 就是 你可以在线上 我们也可以在现场 然后直接的来参加活动 对 不过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 这一段时间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名词 就是所谓的居家隔离 跟居家检疫 那其实两位里长 我们都有为民众 有做过这样的服务 对不对 那做这样的服务 其实 最难处理的有哪一些 枸杞里长 对 其实我觉得送 送这个啊 都没有关系 就是有时候他临时提出 他想要吃一个什么 他自己住的时候 对 因为民众其实被关系 他们就特别想吃泡面 泡面 对 他就会比如说 其实点播率最高是维力杂酱面 哦 他们就是想吃维力杂酱面 是 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有帮民众 买维力杂酱面这件事情 而且你们送的时间 好像他有一个规定的时间 对不对 他要看他 我们要送的时间 先跟他约好 OK 我就放在门口 然后他们拿这样子 OK 对 那我点播率比较高是维力杂酱 维力杂酱 OK 对 然后早上可能就那个土豆面筋 土豆面筋 对 因为其实防疫包里面没有 没有维力杂酱面嘛 是 也没有土豆面筋 我会另外就是如果还有跟我讲 我就是另外再买给他 哇 那每个民众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服务到家 那其实我们都在里上嘛 去便利商店买一下 其实不是多少时间 是是是 对我觉得政府的防疫包里面 应该要有这两个东西 因为它就是国产的东西 是 我是这样建议 这些都是大家看不到的事情 对对对 真的里长很辛苦 而且其实因为隔着一道门 也许有染疫的风险 可是你们还是把它承担下来了 对 真的谢谢你们 欸志颖 刚刚讲到这个防疫包 这个防疫包其实 欸学问蛮大的 防疫包其实 呃我们其实从去年疫情的时候 就有 那时候有防疫包 那那时候 不过那时候比较没有本土嘛 所以我们都是境外一路 都是居家检疫的对方 那这个防疫包呢 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那后来开始有一些善心单位捐 嗯 第一个捐的我记得是慈祭 那时候呢 慈祭捐了 然后后面有慈幼宫啊 什么一些相关的宫廟 那刚刚狗吉里长讲到说 就是民众 灌在里面 心情很痛苦很烦躁 想要吃泡面 想要吃罐头 想要吃好吃的什么 但是那一阵子因为 慈祭送的里面呢 不会有肉嘛 里面呢有什么呢 里面有素的饼干 里面有五谷饭 然后里面有 然后有那个 有垃圾袋 还有一本 静思语 哦 清晰一下 嗯 然后民众就有跟我讲说 你想 有没有别的东西 我不需要静思语 那民众就会 真的他是能会点 那有些就是说 拜托我们可不可以帮他 买一些什么东西进去 那大部分东西 我们真的是 能帮忙会帮忙啦 但是有的真的很夸张 跟我说点餐耶 他跟我说 理想我那个 大安区有一间那个 之前壁底灯 什么评比什么 的牛肉面 他说我要吃那个牛肉面 然后我面条我要是 我要选手工面 然后我就乌鸦飞过 我想说 我挑帮他买面嘛 我就说 哎我说我们 可以提供一些物资什么 可以想办法帮你找 或是泡面干粮 可以帮你送去 他说没有没有 没办法帮我买牛肉面嘛 他说大安文山 那不是同一个选区吗 我说 对啦议员是同一个选区 但是 可是 但是我们的服务 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因为 就是个案数量很多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对 我可以帮他做到的是什么 什么什么 跟他说明 可是真的有时候 遇到一些民众的要求 我们会 就是不知道该什么 去回应 对 好 谢谢里长的分享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里长的工作 真的包山包海 而且这民众的这个 要求的服务 我们 其实也算是千奇百怪 不过 谢谢你们的付出 也谢谢你们的智慧 那也希望观众朋友 看到这一集 能够更珍惜 我们现在得来不易的防疫成果 我们凯破Talk Show 下周见 拜拜 谢谢 谢谢